2500年前的印度人 能够活到80岁 那是很少数的人 身体已经是老朽了 可是这个释迦摩尼 不惜自焚身 他的意思 要等我所有的弟子 能够懂得真理 能够得解脱 没有烦恼 我才会离开世间 那底下呢 释迦摩尼就告诉 不同的人 怎么样子去体证真理 后来最后 在三个月时间 到不同的村落去 不同的城镇去 去跟当地的人见面 就问他们 你们对人生 还有疑问吗 如果有疑问 就赶快问 不然我就要去内盘了 最后就到 居士纳城 城外的 梭罗双树间 他就倒在那里 在梭罗双树间 所有的鬼神 堵信佛者 以非石花 不善于地 这个就是 印度人表示供养 表示尊敬 我们现在也都是 送花 来表示我们的敬意的 那个时候 世尊就告诉 他的学生 阿兰说 这个苏罗双树的神 以非石花 就是不是当时应该有的花 来供养我 这个不是真正的供养 学生就要问了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供养 释迦牟尼 他就回答了 人能受罚 能刑罚者 私奈名曰 供养如来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尊敬老师 尊敬师长 尊敬父母 并不是送送花 送送饮食而已 重要的是 能受罚 能刑罚 能受罚 就是能够接受 师长的教诲 能刑罚 就是能够把师长的教诲 做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 真正的供养 供养不在于世间的财物 而是在于学生的 真正的供养 是否能够接受教诲 是否能够实践教诲 在世尊 在世尊玻璃盘的前 一个晚上 临江灭渡 世尊敬天的供养 就告诉阿兰说 你就到城里面去吧 告诉城里面的人 说今天晚上 夜半 如来就要在 梭罗双树间 拨内盘 园集了 请城里面的人 赶快来 有什么问题 赶快来请问 不然的话 当老师离开的时间 会后悔的 释迦摩尼又告诉阿兰 我现在 已经看到了 居士纳城所有人 所有的比丘 也都来到了 我已经知道了 最小的比丘 接近道基 就是说都懂得 修行方法 都懂得了真理 不会去恶道 不会再有烦恼 堕入下山道了 这样子 他就纪别了 一千两百个弟子 所得道国 在夜半 他就拨涅槃 如何拨涅槃 是从第四禅 来拨涅槃的 已经半夜 一个八十岁 即将临终的人 还能够如此正念分明 如此的安详 一点都不贪生怕死 一点都不恐惧 都不慌张 对这个世间 一点贪恋都没有 半夜的时候 他就入出产 由出产出来 而入第二产 从第二产出来 入第三产 从第三产出来 入第四产 从第四产出来 入空处定 这是空无边处定 这个已经是空界了 无色界了 从空处定出来 入四处定 从四处定出来 入不用定 这个就是无所有处定 从无所有处定出来 入有想无想定 从有想无想定 入灭想定 灭想定就是灭受想禁定 这里有很多的佛学名词 我们不容易理解 但是一个要灭想定 世界母女即使要临终 还能够保持身心的安详 能够进入产定 由出产 到四产 到四空定 最后呢 入面受想禁定 入面受想禁定 就已经身体不动 连呼吸都没有了 受灭尽 想灭尽 当时有一个学生就问 我们的老师 是不是已经死了 这个阿兰 就跟他讲 还没有死 他现在是入 入面受想禁定 入面受想禁定 之后呢 他又出来 从灭受想禁定出来 又进入 飞翔飞翔触定 又从飞翔触定进来 这样子 逐次的 又回到了四产 三产 二产 一产 又从一产 二产 三产 到第四产 来拨涅槃 很安详地 离开世间 在那个时候 地大震动 诸天世人皆大经部 诸有幽明 日月光明 所不造处 皆蒙大明 各得相见 意思就是 一个成就者 在离开世间的时候 都会有种种的异象出现 这些异象 也许我们一般人 很难想象 这些异象 不是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所可以理解的 我们再看一看 第七世纪 有一位全世界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我们通称三藏法师 玄奘 他有一句话 最感动人的 就是 零向西方 一步子 不回东土 一步生 出生于 水草木林 十三岁 出家 就已经 保读经书 十几岁 就已经可以 登上讲堂 来讲课 底下的听众 包括 七到八十的 老和尚 都 很惊讶 有这么一个 十几岁的小孩子 竟然能够通达 经论 愿之圣典 亦淫贤 有益 莫可适从 因为他听 一句长老比丘讲经 彼此的观点不一样 他就把当时 现有的经典 拿起来 查队 也发现彼此 讲法不一样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此 他就发誓 要前往 印度去 在公元的 六百二十九年 孤身释贤 历尽艰难 流血 前后 有十七年时间 那个时候 唐朝刚刚成立 唐太宗 禁止 中国人 离开 国境 国境当时 还有很多的 其他国家 经常来侵犯 就禁止国人 如果没有经过允许 是不可以 离开中国的 宣将 法师 他上表 唐太宗 可是 太宗 没有允许 他就在 六百二十九年 偷渡 出境 历经九十一生 到一个关卡 守官的 降临 一方面 对他非常尊敬 因为那时候 他已经 明文中国了 那一方面呢 皇帝 有令 不可以 让 没有经过允许的人 离开 关口 所以 这些 守官的 降临 非常为难 非常为难 就劝他 您 回家吧 您回去 中国吧 不应该 这个 往 印度去 可是 玄奘大师 讲了 这一句话 感动了 所有 正所 关口的 降临 您向西方 一步 时 我 您可 往西方 走一步 我也 不会 回头 一步 生 这是 很感人的 如果 没有 这样子的 决心 在那个时候 他不可能 成功的 到达 印度 一方面 有 光卡 一方面 经过沙漠 经过雪山 翻山越岭 九个人去印度 十个人去印度 有九个人 死掉 连一个人回来 都没有 但 玄奘法师 他就发心 我 灵向西方 一步 死 不悔 东 土 一步 生 最后 好不容易 经过沙漠 沙漠 几千里 看不到人烟 看不到飞鸟 在沙漠之中 只能够找到 有绿洲的地方 喝点水 继续前进 沿途都是白骨 是伤驴 死掉的白骨 晚上 有很多很多的 那种 艰难 危险 可是 玄奘法师呢 不惜自分身 终于来到了印度 就在 纳兰都大学 从 戒险论师 当时已经 一百多岁了 来学习 很多很多的 教法 尤其是 维世学的 经论 最多 前后经过 五年 又往 五天竺 去游行 到处去 学习 学习了 十二年之后 又回到 纳兰图 戒险论师 命令他 讲社大成论 维世角子 论 等等 当时有 另外一派的 是 中官派的论师 叫做 狮子光 狮子光 以 中官的论点 来 反驳 玄奘大师 所说的 为世 论点 玄奘大师 乃 会和中官 与其二中 做了 会中论 来反驳 后来又做 破 恶见论 来反驳一些 小圣论师的 破 大成论的 观点 因此 名正 五天主 戒日 王 等文明 敬香 礼业 我们要知道 十人章 是 中国人 去到印度 要用 印度话 跟印度的 大师 辩论 这个是 多不容易 何况 所学习的 还是 印度的 学问 可是 由于 他的 智慧 他的 精进 学习 因而 能够 在辩论之中 折服 对方 令 整个的 印度 大家都 震惊 不已